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shapes 也就是形状 那形状的话我们可以有什么好多说的呢 形状你可以create a shape 对吧 建造一个形状 你也可以modify 修改 你也可以transform 也就是让这个形状如何变形 形状在pixel perfect里面还是很重要 因为你想你create任何的button 任何的按钮 任何的菜单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icon之类的 都需要利用到形状的一些基础知识 这样子你才可以想画什么画什么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把sketch打开 好了 那我们把sketch打开以后呢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short cut吧 就是当你的键盘是在英文的时候 你只要点击一个2 就是rectangular 当然你按住shift它也会变成一个正方形 但是你放开shift的话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 那这个是一个short cut 就像我之前有课也提到过 你这个short cut在shape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line 是al rectangular 是2 oval 就是椭圆圆形 圆形是o rounded 就是u 但是只有这四个有快捷键 arrow star polygon triangle都没有 那没有那些快捷键的东西 你就不可以设置快捷键吗 其实在苹果的系统设置里面 你可以设置任何的快捷键 你可以设置任何的快捷键 所以你这个就跟adobe photoshop是一样的 sketch有很多快捷键跟photoshop不一样 但是你自己可以修改的 你可以改到你自己喜欢的 就好像有人不喜欢command加和减 对不对 然后它其实你自己可以改成 比如说你想改9和0啊之类的 就跟其他的按键不重复 都是可以的 当然我自己没有改了 我都是用default的 因为本人比较懒 好 那咱们回到长方形 之前跟大家说过长方形的话 它会告诉你position 你那个竖轴 竖 physical position的一个位置 就是它是根据pixel的单位来做的 然后这个尺寸的话 就是你在这里可以长 宽高都可以改 500 300 之类的 然后为了大家视觉上方便看 我还是更改一下颜色比较好 好 然后这个就是长方形 这没什么大不了 你可以随时改 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 当你在创造一个形状的时候 你只要按住shift 它都是可以是正的 比如说正圆 正三角 正方形 这个如果你是奥多比资深用户的话 就不需要我来说了吧 应该都知道 然后我们看一下line line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stroke改出 然后我刚刚不小心按起了shadow 大家还记不记得对于删除的话 可以把shadow删掉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我们看一下形状是什么 箭头 箭头的话还是很容易 就是我在sketch里用箭头的实体例子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只是一个stroke 它是有边线 可是它并没有填充色 所以如果你要填的话 你还是得把它填满 填满色才行 然后当然你这个sickness也是可以换的 之后是oval oval的话就是椭圆 当你在拖拉时候还没有放开手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它已经有这个东西的尺寸了 这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 你之后的修改会更加的精准 因为在pixel perfect design的世界里面 数值是非常精准的 我们不希望产生任何就是其他小数点或者是不正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我现在好像是个正元 其实你看数值327乘321 也就是它并不是正元 你可以从数值上调节到正元 当然你按住shift的话它会proportional sca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元比例更改 所以它是正元的话一直是正元 就这样 所以帮助你啊 就是大家对设计师的话大家对数字还是敏感一些比较好 然后 这圆线方这个是基础图形啊 然后rounded corner 这个在app设计里好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radius 当你在做app design的时候 有个什么很多button的style 就是说当你在定义一个界面设计的一个一个design style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会想要加一些radius 这样圆角看起来 没有像正方 长方形那个90度的角看起来那么尖锐 所以你整个app会给人一种friendly 友好 亲近的感觉 所以它是对于定义设计的一种look and feel 就是看起来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很好的 就是当你在给客户提供一个design solution的时候 你给他方案A 方案B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可以从颜色上做调整 字体上做调整 还有就是包括图形的一个边角上做调整 这都是可以改变这个app看起来个性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当你变成正方形的时候 你把radius加到最大 大家知道那是什么了吗 我如果打200 它就是一个圆了 对不对 这个bar它最多到100 但是你可以手动输入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个button的话 之前安卓有很多圆角的 那圆角看多了又变成方角 这个设计师就是喜欢折腾 就像苹果手机一样的 方的变成圆的 圆的变成方 它每一代产品都是圆和方的交替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就可以发现 之前的五是四是圆的 然后到五是sleek 到六又是圆的 所以它们都是这样交替的 如果发现的话 如果它们是真的是follow这样子一个 一个交替的一个pattern的话 大家可以预知下一代和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是五角星 五角星在哪里用的比较多呢 就是你在做rating app的时候 有打分 五颗星 什么three out of five four out of five 这个五角星也是可以改radius的 你可以改胖胖的五角星 就变成五边形 然后瘦瘦的五角星 然后points就是你可以从五个点变成六个点 七个点 八个点 就变成炸裂型的 你可以做标签 因为如果你假设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做那些打折的标签之类的 这个的话我还是回归到五角星比较好 这样大家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 在VDS调整 OK 这也是小的细节 大家可以在调整五角星的时候 看看每个产品的五角星 不是说你去网上偷别人一个五角星 就可以 你自己画五角星可以比较有个性一些 你可以调整那个角度 比如说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我喜欢往里尖一些的五角星 比较锋利一点啊 还是正常一点吧 其实正常的五角星并不是垂直平的 它会有一点点胖胖的 可爱一些 好 五边形 五边形的话也没有特别的 五不断的夹角 当你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圆形了 它这里最多到十 一样 你还是可以手动输入一摆 它就变成一个圆的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母亲要改成六边形 OK that's fine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三角形 三角形用到的地方也很多按钮啊 上下调整键啊之类的 这个我们用个黄色的吧 三角形 那好了 这些就是它所有的基础设计 也不是基础设计 是所有的basic的图形全部都在这里了 当你创建它们的时候 在左边它都会告诉你这个原始图形 都是triangle polygon star rectangle 它都会告诉你出处的 那线的话我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怎么transfer transfer transform应该是 变形的话 当你把鼠标转到切角的时候 它都会有个箭头出现 然后你按住shift的话是等比例缩形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photoshop illustrator里面全有 这个没有任何的新的概念在里面 但是如果我要改这个图形的话 我怎么改呢 double click双击 大家会看到这个边的 刚刚那个border box不见了 它出现了三个点 这三个点我都是可以用刚笔这个point 然后随时 随时转的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render会有些问题 但是你可以随时切换 然后你双击这个点 你可以把它改成curve 然后你可以拖线 然后你再双击 它又会变成没有curve 没有曲线 所以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所有的图形都是可以双击的 双击 你就可以拖 双击 拖 双击 可以拖 任何的都可以 这些就是图形的变形 这个还是很灵活的 然后我假设 我在 有一个图形的话 有再一个三角形 我把它这样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 当你双击这两个图形的时候 我如果想要把它合并的话 这边有个union 它就变成一个图形了 在左边的菜单栏 如果这里有箭头 你往它展开之后 你会看到它是两个三角形的合体 所以当你点开下面的时候 你依然可以更改单独的个体 所以它合体之后 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回到原来去看那个图形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三角形的合体 像七桥板一样 基本上 变形 修改 以及创建图形 基本上这边都覆盖到了 那这些都是非常基础 看起来没什么卵用的东西 但是 其实当 当你开始训练的时候 做一些图标之类的 会 对这些 图形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了解 和 还是要熟练运用吧 然后我希望通过练习的话 大家可以更加精进一些 就这样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